这是中国球员董方卓参加的首场英超比赛 由于曼联已经提前获得了联赛冠军 所以福格森对阵容的轮换 也是让这名天才少年获得了宝贵的机会 比赛开场仅三分钟 董方卓便利用前场的断球获得了进攻机会 随即面对三名防守队员选择了大胆突破 不过被绊倒之后 主裁判并未做出犯规的判法 随后曼联继续沿右侧展开攻势 董方卓迂回到边路与伊格尔斯完成了撞墙配合 可惜后者最后在逼抢之下丢失了球权 上半场比赛第十四分钟 董方卓迎来了与特里的直接对话 海因侧在左侧的船中被干扰之后 所帅顺势抹过防守将球挑向门前 最后董方卓抢在蓝军队长之前争到了第一落点 一分钟之后 切尔西的首次进攻就险些取得了进球 完成掉门的是孙继海的前队友赖德菲利普斯 不过他的初衷应该是想送出船中 随后伊格尔斯又来到左侧侧动进攻 这次通过撞墙配合撕开了蓝军的防线 此时的董方卓尝试在点球点附近形成包抄 可惜最后未能与队友的传球形成墨迹 好在值得庆幸的是 曼联在阿兰史密斯的带领之下展开了就地反强 最后董方卓在自己的数据中增加了一次强断 半分钟之后 鸿蒙曼联后场组织进攻 董方卓被对马克莱莱形成了侧影 皮球在经过简单的传递之后 小董又抢在法国后腰之前将球摘出 不过理查德森最后完成的远射没有提出理想的效果 上半场比赛第36分钟 曼联险些利用任意球的二次进攻打破比赛的将军 这次又是阿兰史密斯送出关键传球 最后海因侧在禁区右侧完成的抢射添出了紧门注 上半场尾声阶段 董方卓在场上再次展现了硬朗的球风 虽然停球稍有瑕疵 不过面对三名顶级后腰依旧能够控制住皮球 然而最后选择的远射显得有些太过于急于求手 下半场一边再战 董方卓在边路的拿球遭到了安心的推扫 而这一次主裁判依旧没有判法犯规 此时的福格森在场边也是有些坐立难安 即便如此小董也是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安心的这次动作放在国内赛场 即便皮球有提前出界的嫌疑 但安心的黄牌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两分钟之后 曼联获得了远距离任意球机会 这次是理查德森选择的直接攻门拖举威信 转瞬之间 曼联又通过前场的争抢获得了进攻机会 董方卓先是面对菲利普斯的防守闪转腾诺 随即又与队友通过撞墙配合完成了远射 这脚射门看上去稍显急躁但还算合理 毕竟董方卓的身旁除了菲利普斯之外 旁边的安心也早已是虎视眈眈 比赛第56分钟 场上出现了比较有争议的一幕 伊格尔斯在禁区内被绊倒之后 主裁判并没有吹罚犯规 而此时的伊格尔斯显得非常的上头 随即直接有一个报复产人的动作 主裁判在吹停比赛之后 双方队员直接发生了一些小摩擦 而曼联这边由于是客场作战 再加上首发阵容主要是以年轻队员为主 所以在气势上可以说是完全处于劣势 通过慢动作可以清晰地看到 伊格尔斯的摔倒其实是一次假摔 而后来的产球严格来讲 应该是一次红牌加进赛的动作 最后主裁判只是出示了王牌警告 随后 弗格森将卡里克替坏上场加强中场控制力 球队这次通过后场的直传发动快速反击 董方卓尝试前插不过被爱心占斗了先进 比赛第72分钟 董方卓被鲁尼替坏下场 而这场0比0的比赛也是他唯一的一次英超亮相 从客观的角度来讲 董方卓的实力却是难以在曼联一线队站住脚蹬 不过还是给当年的球迷带来了很多的期盼 尽管董方卓的职业生涯比较坎坷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作为球迷应该感谢每一位为中国足球做出贡献的人